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18日的天氣報告 我是呂玉星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看到在過去兩天 影響我們的高空擾動 已經逐漸遠離 主要現在是影響廣東西部元朗地區 而我們看到中國東南部 都是大致天晴的 所以下午在維港看出去 我們在雲亞中也看到不少藍天和陽光 所以下午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是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 而之後的天氣 我們的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 會在明天稍後 逐漸影響廣東元朗地區 我們預計下週初 元朗地區的風勢會頗大 而之後我們預料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下週中期 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區的天氣 會早晚稍量日夜溫差較大 所以回到今晚昨晚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天晴 明早最低氣溫會是大約27度 日間會是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會是大約32度 新界會再高兩三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明晚冬風增強 亦都會有一兩陣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日的風勢會頗大 而之後兩三天會是大致天晴和乾燥 下週中期會是早晚天氣少量 不過留意日夜溫差會是教大家 這支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我會來一段時間 馬上 開啟發 我還要長